無恥精緻 無恥美麗 台灣目前只有一台 就是我現在這一台 目前你看到了就是 大概三分之二台灣改款之後還沒上市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真是少年 人說公寓善其事 必先立其性 之前我們教大家買這麼多工具之後呢 這一集要教大家 工業界最高檔 送他獎 嗨各位朋友好久不見啦 又到了我們的超認真敗家系列 那之前教大家買了這麼多工具之後呢 我們會開始一些基礎教學 那基礎教學之後呢 到後面就會有一些主力 或者是教大家一些怎麼樣組成一個東西 或者是玩一些無微博的名量 所以請記得按下我們右下角的這個小鈴鐺 你只要訂閱我們 就可以一步一步跟著我們 買到不同樣的工具 買到不一樣的東西 那以後呢 我們要做一些示範 做一些家具 做一些裝潢 做一些手工程 你就可以照著影片一起做囉 在大家世俗的眼光當中呢 大家都以為工具人 或者是一般做工業的人 他的工具箱就像箱子 舅舅 髒髒 搓搓 這是我爸用了四十年的 家裡居家維修水電工具箱 裡面還放著補砂窗專用呢 真的是一個好爸爸 不過這種隨著歷史呢 跟著我們人生走過大半輩子的工具箱 我們都可以慢慢的讓它退休了 像我爸一樣 那退休之後要幹嘛呢 去騎送機啊 請看我們上一片的影片 不過隨著實在的眼鏡呢 現在的工業再也不像是 你們大家所想要的 黑黑 髒髒 臭臭臭 現在做工業的人呢 都是白白 高高 帥帥的 所以現在的鬆娜箱呢 都要草草的 帥帥的 貴貴的 貴貴的 現在的鬆娜箱 精品 潮流物 懂不懂 所以這一集我們就立刻進入 工業界奢華收納箱 Let's go 哇 那通過工業界裡面 最帥氣的便當盒 第一種工業界 文青精緻型 Torasko 完全日本製造 日本語 Less Torasko 首先你看這個機械式連桿 如此的流暢順暢 還有這種烤漆 漂亮的汽車級烤漆 還有它上面這個繃出來的這種紋路 文青指數加9 加9文青 然後這種隨身型的工具呢 它就是能夠放一些 就是精品的 就是你自己很厲害的小工具啊 你看你們旁邊 它這種隔層的地方 如此精緻 如此美麗 各位女性朋友 這種東西拿來送工業男友 一定中 然後呢 它也有更小型的 以前我們在美術系的時候 都會放雕塑刀 或者是放一些 自己隨身小工具盒 專屬於自己 此為止 而且每次當我拿到這種小工具箱啊 都會想到以前年輕的時候 都會拿自己一台砂輪機啊 還是一個自己專門的工具啊 然後 它裡面非常精緻的裝著它 不知不覺就會想到我 當年的美好時光 從很年輕開始 就到處工作 在那些日子以來 每天抓砂輪機 十幾個小時 切鋼板 到處做工程 根本就是家常便飯 然後 那些人 都會想到 那些人 但是每天 最幸福的時間 就是拿到中午熱熱的便當 哇 這個鋼板 來 來 好 好 雞吃肝肝肝肝肝 雞黑肝肝 阿爸可以做老闆 來 來 好 謝謝 好 加油 好 好 你慢慢吃 慢慢吃 再保養 好 你慢慢吃 好 工廠裡的便當 總有一種特別的味道 酸酸的 酷酷的 但也亂亂的 有人要嗆 然後現在呢 我們就用不一樣的顏色 配上不一樣的精品 紅色 講到紅色的 你就要知道 模組多工人型 Meworky 出門安裝組合 好友同樂水電工組合 不用碰碰 跟酒老兩家 一起買藥組合 當然啦 你也不一定要買這種 有大輪的大箱子 你也可以買這種無歸車 把腳踩住之後咧 翻上來 下放 往前推 所以呢 你也可以把這種大箱子 跟它整併 一樣 踩下去 上去 往前推 帥吧 超認真外賣組隊 Meworky呢 也是業界號稱裡面 最耐用 最多工人性 跟最多模組化的 多工人組合工具箱 也被號稱 不是我說的 但是呢 它也是我們公司 自己出外場 最常用的工具箱 就像是上次基隆市政府 跟我們買的那個 公共藝術 因為它要經過一個漁港 車子開不進去 所以我們要再怎麼樣買的工具 推推推推推推 輕輕鬆鬆 安裝完搞定 而且你每次出門的時候呢 各種笑趴 各種時尚 然後呢 它也是可以依序 你的組合呢 就非常輕鬆 放到一般的汽車 休旅車 或者是公司車障 而且不會把你車重障合 而它的箱子型號呢 非常多種 大大小小 也都非常不同 每一個不同的尺寸呢 它裡面都搭載了 不一樣的功能 跟不一樣的桶桶 然後像有時候 你可以裝上一些 就是比較 軟齊亞的 高空防墜落的護具 電鑽啊 甲具啊 跟一些小小的 不加米啊 神奇的箱子啊 5%回饋的莫莫卡啊 當然它們的工具箱 沒那麼簡單 冰箱 號稱可以保冰 30個小時的冰箱 來來 攝影師來一罐 來製作人來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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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為什麼裡面會有鉗子 好 這鉗子是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種俗稱暴龍鉗 就是可以把崩牙的螺絲 然後直接把它轉起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豪溝 別人鉗子做不到的事情 他一樣做得到 Engineer暴龍鉗 發票機的 幫我寄給這間廠商 然後呢 身為一個冰箱 就應該有開啤酒罐的地方 然後呢 強迫症最愛的 客製海綿電盒 就是呢 它這些海綿呢 都可以照著你想要的樣子 把你的工具擺上去之後呢 然後畫線 把它切切 然後呢 它一樣可以扣在這個上面 MAGIC 零件盒 我個人最愛 看好分 厚的 薄的 然後一樣 它們的東西都可以模組化 MAGIC 更大盒的零件盒 MAGIC MAGIC 還有一個超屌的 台灣還沒上市 現在只有一台 只有我這邊有 來來來 工地最重要的是什麼 工地裡面什麼都不重要 LADIO最重要 現在一樣是 382HQ7M 382HQ7M 會有版權 趕快關掉 它一樣 只要cut了一針 就能夠接上去 後面有一支 很可愛的小天線 然後呢 它可以連接藍牙 一樣 只要插個電池 就可以使用了 旁邊有一個USB的插槽 跟ARX的插槽 就是你可以聽點V3音樂啊 或是你可以聽裡面的 外部連接的音源 你可以用它當手機充電器 然後記得要開機才可以充喔 手機可以放進去 關起來 舒服 然後如果今天你的電端電池沒電了呢 像它這個旁邊有一條電源線 它都可以拿去充電池 然後這個電源線旁邊呢 一樣有個開瓶器 美國人到底多愛喝酒 台灣目前只有一台 就是我現在這一台 如果你那邊也有的話 那一定水貨 這麼多人到處都在賣水貨 然後大家就開始在銷架競爭 銷架競爭之後呢 五金行就沒有利潤 五金行沒有利潤之後呢 大家日子都難過 而且你看美娃Q的工具箱 這個手感 這個搬下去的感覺 它真的是我覺得目前 我用過喜歡 手感裡面 感覺最好的 出門 做外廠 必帶 必用 每次講到出外廠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一個很心酸的過去 哇 沒有我們吃這個就好了 好 在那些當學徒的日子 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都沒有心酸 你去坐啦 我來站就好 好 常常會和不同專長的老師傅 出去往工作 兩個茶麵 兩個滷兩 一個大陸妹 我吃不完 你把我倒吃 吃比較多 為了學到更多的技術 再高的樓 也爬 在嚴苛的環境 也去坐 不過在那些假的青春裡 總是會遇到那些 像父親一樣 關心你的人 晚 拍完了嗎 拍完了 拍完了 睡著 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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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種 工業奢華收納箱 今年來勢洶洶 德偉硬碳系列 以設立製造 硬碳中的硬碳 這個配色有沒有想到 當年變形金剛的大王充呢 所以他們有另外一個系列 就是變形金剛的系列 然後這個系列呢 就是所謂硬碳系列 目前你看到的就是 大概三分之二台灣改款之後 還沒上市 而硬碳系列呢 也是他們德偉裡面 最高潔的 產地不一樣 價錢也不一樣 所以當然它的材質射出的 量感也感覺不太一樣 第一種開放式的工具體相 就是 你一般水電啊 還是你放一些雜物啊 或者是你可以把一些什麼 吸塵器啊 然後全部往裡面丟 旁邊它有一個扣環 他們的扣環呢 因為現在的大的系統 都是模組化 所以 這樣子放下來 跟不一樣的箱子 往上扣 伸起來 這樣子 然後硬碳系列呢 旁邊都有一個 小手把 然後這個小 你看怎麼踏著 硬碳 硬啊 然後這個小手把呢 等一下跟大家介紹 那他們除了系統式的堆疊收納箱呢 他們比較特別的是 有出這個推車 它這推車是可以單買的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跟大家說的手把啊 像這樣子手把打開 就可以拿起來了 它這個當然可以自由調高度之外啊 你也可以去放一些 你想要放的組合 像這個 常拿的零件 就可以放在上面 然後像這種開放式的 把它合回來 常好 比較少見的呢 抽屜式 然後它後面呢 這邊有一個卡榫 它能夠固定你的每一個箱子 才不會滑掉 扣好之後呢 這邊可以有一個插箱 插進去 他們呢 一樣有一個手推車 這樣子 推起來 他們美國品牌 真的是一個搭進 他們一樣有冰箱 好 然後冰箱的旁邊 一樣要有啤酒開品器 在每個工地 什麼東西沒有帶沒關係 撒冷機忘了帶沒關係 冰箱 絕對不能忘了帶 會出人命 各位他們工具箱的 開口活扣呢 全部都是金屬的 真的是要硬碳 才比較好開 然後它的上面呢 可以放這個飲料罐 然後這種冰箱 就除了一般工業之外呢 其實你釣魚也非常的好用 其實你釣魚也非常的好用 工具都釣大的 會噴嚇 每個朋友都跟我說 他釣大的 然後會想說我朋友 把他釣多大的 然後每次在那邊等 等2、3個小時 把他釣起來這樣子 我以前都說過大尾 那最二的都是小尾 那最二的都是小尾 我可以放羊肉爐啊 我可以在工地的時候 大工作 放個羊肉爐 下班的時候在工地 開羊肉爐 趴 贏啦 你以為就這樣子而已嘛 我告訴你後面還有厲害 以前很多小笨蛋齁 都傻傻的 不把影片看完 每次要抽獎的時候都抽不到他 對了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多多支持 就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了 他們今天的色素材質呢 感覺上跟以往不太一樣 劇本隱形的 其實我包細細的看裡面 好像有餐葉纖維的成分在 硬度還蠻不錯的 它上面這個 有一個很特殊的小鈕扣 你知道這是幹嘛的嗎 氣密 一個原因就是當你如果今天 像我們如果坐飛機工作 因為上面的氣壓不太一樣嘛 那另外一個好處呢 就是能夠幫助你裡面 能夠防止潮溼 所以說假設有點墜機了 你看到德偉的箱子 飄在海上的話 趕快去抱他 你知道為什麼當年 羅斯跟傑克他們最後分開了嗎 因為沒有德偉 那小箱子看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中大型的箱子 下面現在的改版呢 就旁邊有沒有看到這個 防水的氣密膠條 這就是他們最近新年改版的材料 然後一樣就是會有這樣子的收納盒 然後後面這種就是意外的小驚喜 就是你能夠做一些這種小插銷啊 就是能夠放一些小工具 然後不會這樣扣來扣去的 捲尺 捲尺 你懂不懂啊 那君媽的東西是拿來收藏的 你知道這一顆多少錢嗎 多少錢 1250喔 不是125 是1250喔 然後你看這種捲尺 揉起來 前後都有 你有看過有人收藏玩具裡面 是在拆封的嗎 沒有 收藏的玩具就是要 圓盒裝好放好增長版 放在家裡面 包好的是在有牛船 所以說他們的箱子 其實就像是剛剛那個什麼手推車一樣 就是你都可以用大大小小的 然後上上下下疊在一起 然後他們也有出就是上牆式的 就是一樣是手推車的概念 能夠插銷 但是它是並列在牆上的 然後這種陳列的收納方式呢 它就會非常適合就是 你有很多種的工具啊 或者是你有很多不一樣型號的 像在機車行裡面就會有什麼 音字牙啊 公字牙啊 那你就可以分門別類的 然後另外兩邊放置 然後像它這樣子類的東西 欸幹 沒事 像它這類的東西呢 上面也會擦有這種小小的夾層 然後這種小夾層呢 它都能夠讓你收納去更小的東西 它比如說小隻的沒開板手啊 咖哩咖哩啊 都可以放在薑子的東西裡面 哇 哇 en 有 那有點漂亮 恩 TAN 你們不要ised tox 每當打開工具箱 這是為了生活和戰鬥的開始 也是為了創造不可能 唯一可能的經典 終的經典 你們以前師傅人都這麼好喔 幹 真是的 怎麼可能 你知道以前我學車的時候 這個 幹 那沒開扳手有沒有 你那個A引擎把它繞起來 然後它就開始 我就要衝過去然後開始排 排沒開扳手然後拿錯了 它就拿這個這樣子然後尻你頭 然後尻你頭之後 一路把它射到對面的那個 然後你就要衝出去 衝出去然後把它撿回來 不然像其實我跟我爸學的時候 剛開始真的是 隨便工具拿錢不對 然後先敲你的手就丟出去 直接丟出去然後我們就衝出去撿 撿回來之後你再換新的過去 不對它還是一樣再丟出去 不然你看為什麼我們頭會這麼大 難怪你們兩個頭都 它都被尻到 這什麼辣椒啊 你被打到頭髮都越來越少了好不好 所以你們現在遇到像我們這麼好的師傅 所以你們好好珍惜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